第四節 我們今天做不完回顧 但是我們下個星期就會做 因為剛剛好 因為今年其實都相當相當多的突破性的發展 而我想我們四節科學相知 其實都解決不了今年那個成果 是 所以我們原本都預計了分兩個星期做的了 不過今天就講一些 下個星期就繼續講一些 是啊 那我們是否最先由天文學開始 由James Webb的望遠鏡開始呢? 很快地數幾數 我們今年那個年度科學會有哪幾樣 我認為是很大的東西 其實有一些 原來就是我們去年年尾做展望的時候 不小心都提到了 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很清楚今年我們那個James Webb 這個太空望遠鏡 就會放了上太空之後 就會有很多東西拍下來給我們看的了 的確沒錯 拍到很多 又近又遠又厲害 所以我們其實中間在今年裡面不小心講了很多集 就是講James Webb的新發言 另外就是有一些也都跟天文有關的 另外不是 就是天文也都有今年有其他大發言 但是有些我們都預計過的就是說 那種基因研究和人工智能繼續在2022年大放異彩 所以我們那個回顧裡面一定都會講到這幾範了 就是無論這個自然期刊 還是科學期刊裡面 他們都選了他們那個年度十大科學貢獻 而如果講到北約而同都有呢 就一定要講到James Webb的Talesburg 還有另外一個太空計劃 就是那個小行星轟擊計劃 那這兩個可以說是今年年度最重要的兩個天文學的科學特派 那但是James Webb的這個天文望遠鏡呢 他給的一個形象實在太轟動了嘛 因為就算你不懂天文學 你看那些照片 全部都令到你非常之激動的嘛 就是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就是James Webb在他拍的那幾個照片裡面 他就特意拍一些以前拍過的 也都展示給你看一些以前是拍不到的 其實去到今年年中左右 有個中段就是拍他的那個銀河五重咒 有一個叫做Quintex 就一拍到裡面有五個銀河 是在那裡排在那裡整個十字這樣 就很清晰 很漂亮的樣子 這個就是那個James Webb Telescope 就是才能給我們看 然後就可以比較仔細看到 誰在前面 誰在後面 另外就是如果拍一些近一點的東西 又是James Webb的這個望遠鏡呢 幫我們去對於一些 行星上面的大氣成份 就是有一個更加仔細的形式 就是我們在一兩年前 方學生之後提到的就是未來的天文學就是 你拍一些東西越來越清楚的 就是不只是發現到有太陽系外 其他太陽系上面有行星 是直接說那些太陽系外 上面有其他行星上面有什麼大氣成份 還有那些成份有多少有多少 就有新一代的望遠鏡 我們就看得非常清楚 那這個James Webb的天文網鏡 你覺得會不會在未來 會將一些的 譬如物理學或者宇宙誕生的理論呢 將它推翻或者將它再推前一步呢 這裏呢 其實很期待就是說呢 James Webb這個望遠鏡 他除了拍一些獨立的個體之外呢 他接下來又沒有一種叫做全天候 將天空的一些數據 做一個整體的統計的那些這樣的研究 或者我們叫做一些survey 那些這樣的東西 暫時來說 我們時間長短 就拍一下一些獨立的不同的星體 然後看看有多漂亮 然後就散一下招牌 但是很期待就是說 如果你要講到整個宇宙學層面的那些研究呢 你就要有一些比較全天候的研究 講的就是不僅是那些在發光的地方 或者有一些基本上沒有那麼發光 尤其是這個James Webb 他比較厲害的一個地方 比起Hubble 比起Hubble的望遠鏡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在那個軟紅外線頻譜裡面 那個攝影能力是比較高的 這個就比較方便去拍一些 不是很發光 但是微微地發熱的那些東西 也可以比較清楚地拍到給我們看 所以對於一個整個這些銀河的結構 銀河和銀河中間有沒有一些毆斷絲連位 就令到我們整個星系群的結構 搞得清楚一點 我想在這裡會有 就是很期待著他給一些豐富一些的成果出來 那麼這件事會不會更加幫助到我們去局限 那些什麼暗物質那些東西 那麼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做得到 但是暫時來說就還要等待足 那麼我們就認為這個James Webb Telescope 就是看它不是只看一兩年的 你Harbert都可以說看三十年 那麼我覺得這個James Webb 你一樣可以看三十年 繼續去公佈很多很漂亮的成果 甚至有些全天候的研究 會不會去累積到一個數據 去到一個地步 就已經可以幫我們對於整個宇宙學有一個新的認識 那這個真的要放長多好幾年時間慢慢看 是啊 那除了這個DART的射擊小行星 也是今年其中一個是非常大的突破來的 但是它主要其實是這個是不是在技術上 而不是在理論上呢? 那這個我認為是的 那個叫做飛鏢任務 DART 我們那時候都散有解釋地去做過一、兩集的 回顧一點點 任務本身就是要射擊一個 一百萬公里以外的一個小行星 上面 主要是那個小行星上面圍繞著 就是它不僅是射擊一個小行星 而是旁邊還有一個東西圍繞著它 於是你能夠射中這個圍繞著那個小行星轉的目標物 那你要在這麼遠的地方修正軌道 而且希望你能夠做到那個速度有這麼高得這麼高撞下去 然後評估一下最後會不會因你的撞擊 而令到那個軌道去改變呢? 整套東西是成功的 然後那個軌道是令到那個軌道周期令它縮短了 而且縮短的程度是完全符合了我們的預期 而且我們還看到撞擊那一刻出來的那種反光的那種效果 我們是拍到出來的 那令到我們呢 對於未來如果我們希望能夠干擾一些 準備撞落地球的那些這樣的骯髒東西 我們如果想推開它呢 我們似乎又會有更加有信心 因為我們掌握到這個準成度之後 我們就比較 而且我們都有能力去評估一下 它那個影響可以去到多少 就令到我們知道呢 要射多少東西上去成功率有多高呢 就我們原來發覺我們都掌握得不錯了 這樣就達到這個效果 而且在我們做節目的時間 都有一些新東西的 就是它射了之後呢 可能它射出來的那個石 是200萬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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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用磅 這個都不知道 這個純粹就是看你哪裡的媒體 你如果想著給英國人看 就將它轉成磅 是啊 今時今日還用這個英鎊 你遇到這個媒體 可能去遇到英國人看 是啊 這樣也是一個對保護地球的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但是我覺得就不只是在保護地球的了 這個基本上是武器級數的東西來的 就是拿來去打擊敵人 就是你會告訴別人 我這麼高的速度 這麼遠的目標 然後需要這麼高的準成度 我照樣可以做 這個是代表著那個很強大的軍事能力的 其實這裡是 是啊 但是所有的 似乎今年所有的東西 絕大部分都是在美國發生的 都不是在其他國家發生的 那又不止的 但是多數 你會看到整個科研發展 就依然是歐美為重心這樣 但是也可以說就是 中國在它自己的研究裡面 亞洲的自己的研究裡面 都有他們局部領先的地方這樣 尤其是很多時候那些應用性比較強的那些 那不需要蝕的 我也都會說 但是在那個基礎的科學研究裡面 你會發覺就是 就是繼續是歐美的地方領先 是啊 那如果這幾宗我們再加上 Artemis 就是剛剛好是不是 就是這個登月計劃 是不是 是啊 那這個登月計劃 當然就是美國人自己就會重視一些 其實就在這裡來講 就不是說什麼新的科學東西在這裡 但是就是我們預備好一個新的器具 是更加輕巧 更加可以輕便地去 再次探索這個月亮 而且這次去到月亮那裡 應該就會蓋一些東西的了 去探索一下 接下來去放一些東西 去蓋一個基地了 應該就是 講的是這幾年來會發生的事情 後面這張圖表很精彩 是啊 講完整件事是怎樣的 是啊 是的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 剛才講完這個Artemis計劃 剛剛宣布完美地完成的 它是一個可以載人去探閱的新器具 而這次這個任務裡面他們沒有載人 但是在整個預演裡面 就發覺這個表現完全收貨 完全滿意 雖然開頭試過有兩個月時間 但是一些的技術失誤 就引致延誤 但是就修正到 令到這件事 就無損整個任務的成功了 是啊 大家就跟著這幅圖解釋了他們 他們的組織了 但是整件事本身 就是對我們一直現在在宣傳的 那個太空旅行 有沒有啟示呢? 我想最大的那個啟示是 怎麼說呢? 它能夠去準備帶一些可以起基地的東西 就是你不是純粹基本上維持 去參加任務的人不死就算了 而是它希望將那個的維生能力 去擴展到地球以外 其實這個我想最大的意義是這樣 你說以往那些不同的阿波羅計劃去月亮那些 去完安全回來就要完成 但是基本上沒有什麼想在那裡再作停留 或者放一些東西在那裡預下使用的 但是現在似乎這件事 自從Artemis這個計劃呢 你會看到建立月球基地就提上日程 這個我想很有賴就是一直以來去搜索那個有利的地形 對於那個月球兩極的了解我們多了 知道那些地方是溫度比較溫和 輻射比較溫和 甚至乎是會有冰 這樣也不奇怪 那就大大增加了 我們去在上面擺一些東西 起一些東西的信心 嗯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由此推算到 就是終有一天人類會離開地球去其它的行星那裡居住 居住多久呢 究竟它好像 現在這樣說 人類去一個離開地面的地方 在太空站生活 那你如果說俄羅斯太空人就一直是 就會有很長的紀錄 那現在只不過將這個東西可能不再放在太空站 就放在一個月球的表面那樣 那我想那個 對於那個 技術要求也會高了一點的 始終它不是一個這麼近地球的地方 你說太空站呢 都是一個呢 你如果說現在SpaceX 差不多滑上去就上去了 滑上去 拍上去 拍上去 但是你登陸月球那樣東西 所需要的那個燃料資源 和那個計劃和那個行程 你不是每天都有旋旗飛去的 不是這麼容易的 我想那個難度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多於在那裡的地面生存的那個位置 是啊 現在你去都大概整個月才去到 是吧 那你來回都兩個月了 那你說有什麼冬瓜豆腐 現在不用說整個逆六天而已 一來一回 一來一回 那就不用一個月了 不用一個月了 但是都是辛苦的 當然辛苦了 不然有什麼事的時候誰幫你 是吧 那你現在說它遲些去火星 你信不信它真的去火星呢? 你問我呢 我覺得呢 需要再有新一代的推進火箭才會更加實際 你問我就是你不發展一個更新一代的推進火箭 你強行去的話 你就要帶多些東西上去 因為整個衛生系統的要求要更加高 你說的人需要以連的時間去做這個旅程 你這個人能夠熬到 你的物資能夠熬到 還要希望中間沒有什麼意外 如果有些東西浪費了 你能不能夠頂得住呢? 所以如果你說有一個更加好的推進 令它更快去到 你就不用熬那麼久 你說兩年的東西變成九個月 事情又會好很多 我自己還覺得去火星是很科幻的 在說載人去火星 不是載機器 載機器已經有了 載人去火星 我覺得仍然是很科幻的 我們十幾年前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都很科幻的 結果就在我們仍然有這個節目的時間 就實現了 不過我相信其實挑戰就不僅是去的 你那裡怎麼適應的環境呢? 在月球也是啦 重力都不同啦 是吧? 你在這裡住了一段時間 你的骨頭 回到地球你就大鑊了 還有你想像不到你受到那種輻射暴露 對你的潛在影響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有很多風險在那裡 是啊 所以這個始終停留在一個科幻的角度 好啦 那我們這次就先做著一些回顧 因為事實上2022年的科技突破是相當多的 但是我們呢 一次講不完 我們留下一次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重啟我們的科學回憶 要是我們講這個碼 大家說我們還沒講完的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也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